天主拣选了他做自己的大司祭 并大开保护 将各种珍藏丰富的赏予他 因父及自己孙孙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众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今天纪念一位圣人 是圣文德 圣文德拉 圣文德 他是房积会的会士 他读书在哲学神学方面 是非常的卓越 他不但是成为教授 他也成为主教 也成为书籍主教 他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神师 教师 他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书籍 这个是为了我们后来在神学哲学方面提供非常非常神的一些的资料 为了让我们可以更认识成为一体的天主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圣文德 为整个的教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 同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圣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我们今天庆祝 圣诗文德主教 在主教的在天诞成 求你使我们 能因圣人杰出的疑讯 而获得神意 并在日常生活中 常能使法他 爱主爱人的热忱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创世纪 那时候 雅各吩咐他的儿子们说 我快要回到我亲人那里去了 你们要把我葬在赫特仁 厄斐龙田里的山洞里 和我的祖先葬在一起 这山洞在迦南 面对马莫勒的马格培拉的田间 这块地是亚巴朗从赫特仁 厄斐龙买来作为私有坟地的 亚巴朗和他的妻子 沙拉葬在那里 伊萨格和他的妻子 黎贝加也葬在那里 我也把勒阿葬在那里 这块田和其中的山洞 是从赫特仁买来的 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立了遗嘱以后 便把脚缩到床上 断气而死 会到他亲人那里去了 若瑟的兄弟们 见父亲死了就说 若是若瑟还怀恨我们 要报复我们 对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我们怎么办呢 因此便派人去见若瑟说 父亲死前陈祖父说 你们要这样对若瑟说 请你务必饶恕你哥哥们的过失和罪恶 因为他们确实虐待了你 现在求你饶恕我们的过失吧 若瑟听了他们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就哭了 后来他的哥哥们还亲自来见他 俯俯在他面前说 我们都是你的奴隶 若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怎能替代天主呢 你们原来有意对我做的恶事 天主却把他变成好事 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 你们不必害怕 我一定要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他这样安慰了他们 使他们安心 若瑟和他父亲的家族继续住在埃及 若瑟活到110岁 见到了俄佛拉的子孙 墨拉施的儿子 马基尔的儿子们也都身在若瑟的膝下 若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快要死了 天主要照顾你们 带领你们从这里 回到他适许给亚巴兰 伊撒格和亚格的地方去 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起誓说 当天主照顾你们时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去 然后若瑟就过世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谦卑的人 你们要寻求上主 必会满心喜乐 谦卑的人 你们要寻求上主 必会满心喜乐 请大家称谢上主 宣扬他的圣明 在万民中宣传他的功成 你们要欧哥赞颂他 传述他的奇功妙话 谦卑的人 你们要寻求上主 必会满心喜乐 你们要以他的圣明而自豪 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乐 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 时常想望瞻仰仰他的词言 谦卑的人 你们要寻求上主 必会满心喜乐 天主的仆人 雅巴朗的后裔 上主所选仰格的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 他的神迹和他的叛词 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 他的判断骗及各处 天卑的人 你们要寻求上主 必会满心喜乐 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 才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神 安息在你们身上 愿主人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总徒们说 学生不能胜过老师 仆人也不能胜过主人 学生若能像老师一样 仆人若能像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 如果家族被成为儿子部 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没有直言的事 不被截落的 也没有秘密的事 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光天花日之下 说出来 你们听到的耳朵 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 你们不要怕那些杀害肉身 而不能杀害灵魂的 却要怕那能把灵魂和肉身 投入地狱的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是你们天父若不许可 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甚至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梳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 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 在人面前承认我的 我在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们与一些朋友参加了 在台南新的主教的 敬目典礼之后就分享 那分享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 开心的台南就有新的主教 那我们讲到台南新的主教 我们也看我们在台湾的 我们的家长们 各个教区的家长主教们 我们看主教们他们也真的是 也蛮辛苦的 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 但是后面他们要做的 也非常非常辛苦 很多很多的他们要面对的 非常非常多的很杂的事情 事情要办 还有面对那个 教友 教友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要求 所以主教们 他们也要应付这些的 这个很不容易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听到的是延续了 从三天之前 耶稣派遣十二个中途 派遣他们出去 他们要出去的 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讯息 他们要寻讲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 这个是他们要寻讲的核心内容 但是呢 耶稣也交给他们其他的力量 要治病 要取摩 要寻讲这些的 他们去去了 他们当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 而且耶稣给他们这样这些的力量 不过他们要出去去传教的时候 他们也面对着 有一些的问题 在他们的眼前 那这些的问题 是耶稣的反对者 耶稣跟这些的反对者 已经有了一些的磨合 这个是我们看过的 这个是我们看过的 跟法利塞人 跟这些 那如果 连这个家长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如果家长是被称为 贝尔兹布 因为这些人 他们拒绝耶稣 说耶稣所做的这些的力量 是来自魔王 如果连他 所拥有的能力 是说是来自贝尔兹布 其他的人要怎么办 他所派遣的这些的门徒们 他们要怎么办 所以 门徒们 应该一定会得到 这些人的反对 门徒们面对这些的 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吗 也应该不是 他们也应该会害怕 好 耶稣派遣他们 看到了他们的害怕 耶稣就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看这些麻雀 看这些麻雀 天主照顾了这些麻雀 你们 你们去 你们是比麻雀更贵重 天主一定会照顾你们的 你们只要去做 你们该做的事 去完成 你们该完成的事 你们不要怕 这些他们杀了你们的身体 但是杀不了你们的灵魂 耶稣说的 你们要害怕的就是那一个 他不但把你们的身体杀了 但是他还把你们的灵魂 丢到地狱里 那这个是谁呢 就是天主 我们要怕的就是天主 怕 因为他不但杀死我们的身体 还把我们的灵魂 丢进地狱里 好 有一个圣人 圣奥斯定 圣奥斯定 他看到了这段福音的时候 他在做他自己个人的梦想 他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时候是死的呢 因为失去了生命的力量 我们的身体 失去了生命的力量的时候 这个身体就死了 那身体的生命力量是什么 就是灵魂 灵魂也有生命的力量 如果灵魂失去了生命的力量 这个灵魂就死了 那灵魂的生命的力量是什么 是天主 是因为天主在这个灵魂里面 那这个灵魂是活的 那因为灵魂是活的 我们这个的身体也是活的 所以后面他就讲了 如果没有天主的灵魂 这个灵魂是死的 如果一个人生活没有天主 他应该是活的死体 他应该是活的死体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 我们要怕的就是那一个 他不但是查死我们的身体 他也把我们的身体 跟灵魂丢入地狱里 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是活着吗 我们的灵魂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吗 我们的灵魂真的是活的吗 或许我们是否 我们就是活的死体呢 问问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把天主放在哪里 希望天主就是我们灵魂里面的中心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绑架 终身是佛名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欣赴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性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游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修革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雪鸟 得要在树梢前和小羊 我要尽情地歌唱站内 让人知照不出的奇妙 他既无其苦和血量的曲调 一般更加安过的生命看为重要 若果是一只临终的缺妙 我要尽情地歌唱